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集装大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3年的4月3号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的节目呢 我想给大家来说一下 大概就是最近的这个多伦多市场 包括二手房 包括新房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进入这个2月份以来 2月3月 现在是已经4月初了 央行就是不加息了 而且最近4月份也刚刚通过了 这个工签的人也是可以买房 所以呢 现在一下子就很多工签的人呢 他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了钱了 在这里上学的 而且有工作的 工作了一段时间的 就纷纷出来买房 所以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还是比较热的 我们先看楼花这一块 楼花呢 最近呢 有几个要新开盘的 一个是我前几期节目也介绍过 最近比较热的 Maham的这个Union City Union City旁边呢 还有一个Gallery Tower Gallery Tower跟Union City 这两个呢 其他距离呢 就开车大概就三分钟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大的 这个区域里面的 都是在Downtown Maham这一块 Union City呢 它是一个长交接的 要到2728年 所以你买一个小户型呢 个人建议就是说 买一个小户型 租给学生住 这个呢 是肯定不会亏的 至少是可以挣钱 然后Gallery Tower呢 它的户型的比较大 它是属于Luxury的 而且每一个两房 包括两房一房的呢 户型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 非常适合这个自住 所以大家如果有考虑 完全投资的话 在Maham这边的楼花呢 就买Union City 如果是如果有考虑 自住在里面的因素呢 那么就可以考虑 这个Gallery Tower 这个是Maham的两个 新楼花项目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 Condo呢 在Etopic Oak南面前 一起也介绍过 Aslington机铁站边上呢 也会马上出一个新盘 而且呢 之前的这个Forest Hill 我们也有一些盘呢 在做活动 比如说South Forest Hill For It和这个Reglon 这几个盘都不错 如果大家喜欢豪宅区的话 这是Condo的投资 最近呢 带客人也看二手房 二手房呢 基本上现在都要抢的 在Scarborough这一块呢 基本上一个Million左右呢 是很难买到了 就是说条件不错的 地段还可以 装修不错的话 现在基本上都要到 一点 一个Million到一点 二个Million之间 这个是在多伦多地区 如果想买Freehold 独立屋是这个价位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楼花转让 因为现在很多客人就觉得 好多人可能楼花转让 很多新房要close今年 很多人呢 之前买的 现在没办法close了 所以这个楼花转让 我们现在手上呢 确实有几个DL非常好 在Fairmore附近啊 就是在Dummel跟Shipper的 在188号这个Fairmore Drive 这里呢 我们有两套单位 一个是两房的 现在要价是66万 两房两个洗手间 平均持价呢 差个1000块钱都不到啊 非常的便宜啊 这是一个两房的单位 还有一个是一个一家蛋的单位 这两个户型呢 都是有车位的 一个是有车位 有locker 一个是有车位 没有locker 也都是60多万就可以买到 是今年5月份交接 基本上马上就要交接了 如果大家考虑买这个新房 但是呢 又不想去抢offer 这两个还是很好的选择 楼花转让我手上 还有其他一些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在多伦多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联系我 作为投资来讲呢 现在买这个楼花转让还是比较合适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兴趣在多伦多买房 或者投资 请大家直接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